第九届国际警用装备波兰会 我国参展企业展示了大量警用专业枪械,与军用枪械明显不同,更注重百米内精确杀伤和非致命两大类,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军用枪械。 代替警用枪械的状况,先是对治安特勤的处置,以拥有足够多样化的手段,类似狙击步枪造型的精准步枪,却使用手枪子弹,以雄鹰集团在第九届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展出的这款一类狙击步枪为代表,我国警用枪械已经逐渐自成一体,形成精确杀伤、驱离、非杀伤构架完善的系统。 大家熟知的狙击步枪,也是以精准为目标,但大多同时追求远距离,比如2000米开外保持精准度,熟知的12.7毫米,诸如巴雷特等大居如雷贯尔。 更大口径比如斯泰尔公司已经玩出15点,Arnomex 207mm专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简直是小口径反坦克炮。 但这些都是军用狙击枪追求的目标,竟用狙击步枪,目的完全不同于军用。 在解救人质这样的行动中,要求的是100米内的高精度,穿透力却是越小越好。 这和军用狙击步枪几乎是南辕北辙,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找不出合适的警用狙击步枪。 比较明显的一个案例发生在上海,当时不得已选择了79事威冲单发点射击毙歹徒。 当日新闻当日下午3点左右,位于上海市杨柳青路五明路时代超级购物中心一层的肯德基店发生人致杰。 迟事件,一位男子在店内劫持了一名四岁女童,店内人员立即报警,晚上21时35分许,歹徒被警方击毙,被劫持的小女孩安然无恙。 此案中,使用79式威冲,而不是使用专用狙击步枪,或81杠式及其有理由的选择。 79威冲使用7.62mm51式手枪弹,单发点射50米内精确性极高,击穿目标后不会像步枪弹。 仍有相当强的动能,产生跳弹或附带杀伤,在劫持人质类案件中,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枪械。 当然79威冲虽然可用,但枪和弹都是有年头的产品了,有优点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缺陷。 从紧用枪械的角度,手枪,威冲,步枪,狙击步枪仍是需要一个新型,更成熟的体系,XY9mm精准步枪,可以说准确的,瞄准了这一细分市场。 该枪除了可使用普通9mm手枪子弹外,还有专用的高精度弹,枪管长度380mm,比79威冲250mm长得多。 这样射击精度,势必要高于79威冲单发点射,另外体积和重量也非常精巧,便于斜行,皮卡听尼倒轨便于加装各类配件,怪枪巧思维,成为本届展会最大亮点实属必然。 这也是中国军工企业不断进取的标志,除了杀伤类武器,警用也同时突出非杀伤性武器这一大类,警用不同于军用,精确杀伤适用于不得已态势下。 更多情况下,制服犯罪嫌疑人是更好的选择,我们看到诸如电击枪,发射催泪弹,不带弹等弹种的防爆枪械,电击枪是10米范围内制服暴力犯罪嫌疑人的利器。 使用的子弹,是一个个小方盒子,射出后拉出导电丝线,实际上是射出两个电击,通过短时电击,使犯罪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而不带弹,并不是射出一个不口袋,把犯罪嫌疑人套住,而是射出一只装有特殊成分的布袋,击中目标会像一块饼一样猛的贴住,类似拳击效果。 这也是以非杀伤为目的,射出的布袋仅会使犯罪嫌疑人疼痛,而不会致死赤伤,布袋弹有各种口径,可用由大口径防爆枪射出,也有左轮枪口径的小弹,非杀伤弹种和枪械品种都非常多,显示警方处置不同警情,拥有了不同的处置模式。 拐弯枪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装备,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改进,以前的拐弯枪仍有脱枪的手汇报录,现在这只拐弯枪,完全则避免了这种可能受伤的危险。 通过两束激光瞄准,也使得射击精度得以保证,除了枪械,各种内置电子跟踪装置的限聚,也体现了信息时代的先进理念,内置定位和逃跑状态。 触发电击装置,使重型泛越于这样的事件可能性大大降低,减少了亡命之徒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 各类无人机、无人排豹车等也大量登场。详情,请看我们下篇报道,看看新闻律师记者,李苏宁编辑,傅玉婷。 请看我们下篇报道,请看我们下篇报道,傅玉婷。